为何司马懿早年敬重妻子张春华,晚年却十分厌恶他,其中有何缘故?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张春华出身于书香门第,他的父亲张汪增在曹操手底下任苏伊令,他的母亲山氏出身于名门望族河内山氏。 因此,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张春华,长大后就成了一位有德行又有智慧的女人。 同样司马懿出身也很高,他的祖先是楚汉争霸时期的殷王司马养,司马家族世代居住在河内,而河内司马氏也是当时有名的名门望族。 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骏曾为东汉影川太守,附近司马房为经兆也,可以说司马懿家族也算是官宦世家。 张春华比司马懿小了十岁,在十三岁的时候嫁给了二十三岁的司马懿,当时的司马懿是一个代野青年,当时正处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乱世之中,司马懿眼看汉史衰微就一直没有出世,而是隐居家中啃老。 司马懿虽然一直没有出山,但他很有才名,司马房共有八个儿子,都很有才华,当时人称司马巴达,而在司马巴达中就属排名老二的司马懿最富才名。 当时尚书崔衍与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关系亲密,崔衍曾对司马朗说过,司马是八兄弟中就属司马懿最为优秀,司马朗不如弟弟司马懿,因此司马懿虽然没出山,但是待业在家, 就已经名声在外了。 其实,曹操与司马家族渊源很深,当初司马懿的老爹司马房人经兆隐时,曹操是司马房的属下,司马房十分欣赏曹操,多次向上级举荐曹操,因此出于投桃报李,还有也是司马懿九父圣名。 曹操就想着提拔老上司的儿子司马懿来当官,曾派人礼聘司马懿到自己的府中任职。 不过司马懿却不想为曹操效命,虽然当时曹操把控了东汉政权,但是曹操的家族属于宦官曹腾的后人, 司马懿自诩为名门之后,岂能为太监的后人曹操效命,因此司马懿拒绝了曹操的邀请函。 但是当时曹操手握天下大权,司马懿可不敢明面回绝曹操,他为了拒绝曹操征仗,于是就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装病表演。 司马懿假装得了封闭之病,所谓封闭之病就是类似于现代的痛风, 司马懿装作全身不能动患,偶尔嘴角还抽搐一下,这样曹操的使者一来。 一看司马懿这样了,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,不能把他带去见曹操,于是值得回复曹操,称司马懿有病,不能接受征兆。 不过司马懿还得防着曹操日后还来征兆,因此这个病他就一直装了下去,可是有一天司马懿正躺在床上装病,突然外面乌云密布要下起雨来, 正好院子里面正在晾晒书籍,司马懿是个爱书之人,他一看要下雨了,书还在外面晾着,他就想着赶紧收书,于是跳下床就去收书,而忘了自己还在装病。 正好这时候一个丫鬟也赶过来要收书,一看司马懿行动便捷地在收书,这个丫鬟当场就压麻呆住了。 要知道欺骗曹操这种事情,当然是越少的人知道越好,所以司马懿装病是瞒着全家人,家中除了张春华知道这件事之外,其余的人都以为他是真病了,因此当丫鬟看到司马懿行动便捷地在收书,他肯定就觉得不可思议。 司马懿一看丫鬟看到了自己,暗道不妙,他赶紧又躺回床上装病,一边装病,一边心理盘算着怎么处理这件事。 正好当时张春华也到院子里准备收书,他看到了丫鬟发掘司马懿装病的这一幕。 司马懿装病躲避曹操征兆的事,他是知道的,他更加明白,如果司马懿装病欺骗曹操的事传出去,要是被曹操知道了,那司马懿就死定了。 于是张春华担心丫鬟把司马懿装病的事传扬出去,他当即就让丫鬟到厨房帮厨,在厨房中张春华用刀亲手将丫鬟杀掉灭口,处理好丫鬟的尸体之后,他又亲自下厨给司马懿做饭,在给司马懿送饭的时候,他告诉司马懿不用再担忧了,丫鬟已经被灭口了。 眼看张春华如此果敢,因此司马懿十分敬重他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,张春华不仅有才使,而且遇事处理果断勇敢,不比男人差。 所以,早期的司马懿对于妻子张春华不仅是恩爱,还十分敬重。 不过,最后曹操还是识破了司马懿装病的事情,他派使者应要征召司马懿。 他告诉使者司马懿如果在躺床上装病,就把其全家都抓走。 司马懿听闻曹操必须要让自己出事,否则就要抓他全家下狱,他就害怕了。 因此,司马懿最后还是出山给曹操打工来了。 而张春华后来为司马懿生育了长子司马师、次子司马昭、五子司马甘和女儿南洋公主。 随着孩子的出生,司马懿在曹操手下的官职也越当越大。 不过随着世间日久,司马懿在曹操地位越来越高,后来更是成了位高权重的重臣。 司马懿除了嫡妻张春华之外,又先后纳了三名小妾。 到了晚年时,司马懿最为宠爱新娶的小妾百夫人。 而晚年随着张春华美人驰目,年老色衰,司马懿独宠百夫人。 同时,他对张春华也越看越不顺眼,甚至公开羞辱妻子张春华。 晚年司马懿很宠爱百夫人,只与百夫人同住,而不与张春华住在一起,后来司马懿生病。 张春华去百夫人的住处探望他,司马懿居然说张春华是面目可憎的老东西,跑过来烦他干什么。 司马懿的这番羞辱让张春华十分生气,脾气刚烈的张春华就开始绝食自尽。 他的三个儿子司马施、司马昭、司马甘都去劝他,但他不听劝,于是司马施三兄弟也跟着一起绝食。 起初张春华绝食司马懿并不当回事,这时候司马懿听说三个儿子一起跟着绝食。 他这才害怕,赶紧给张春华赔礼道歉,这件事才算平息了。 可是最后,司马懿却对别人说张春华这个老东西死不足惜。 他害怕的是三个儿子一起绝食。 也是这件事使得司马懿在晚年十分厌恶妻子张春华的事迹流传于世。 而张春华晚年也在司马懿的厌恶中抑郁寡欢,在公元247年时去世,终年59岁。 那么张春华是因为年老色衰,还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,让司马懿晚年如此厌恶吗? 其实当然不是了,张春华在历史上并不是以美貌而留名。 他是以过人的才识和果断的行事风格名流轻视。 如果他真的是貌美如花的话,那么史书中绝对会记载他的长相过人。 而史书中没有特意记载他的长相,就说明他的长相并不出众。 所以司马懿早年爱得是他的才识和果断的行事风格,既然司马懿最初都不爱他的美貌,晚年自然也不会嫌他年老色衰了。 而且张春华才是过人,与司马懿夫妻相敬如宾几十年,晚年断不会做出让司马懿厌恶的事情。 那么既然司马懿不是因年老色衰或者夫妻矛盾而厌恶张春华,那他晚年厌恶张春华肯定是有更深层的因素。 这个因素也体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。 其实结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,就能明白司马懿为何在晚年故意表现出厌恶张春华的态度了。 历史背景还得追溯到公元239年魏明帝曹锐去世。 在曹瑞林中前,他把年仅八岁的继承人曹芳托付给了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。 曹芳继位不久之后,曹爽抑郁专权,而司马懿就成了曹爽的障碍。 因此曹爽极力排斥司马懿,并把司马懿的权力架空。 本来京城进军是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执掌,曹爽以曹芳的名义高升司马懿为太傅之后,趁机削除了司马懿的兵权。 到了公元245年时,曹爽命弟弟曹熙和曹迅接掌各路精兵,兵权已经几乎落入曹爽兄弟手中。 司马懿已经基本被曹爽架空,因此司马懿十分忧虑,他晚年时常装病不问正事,以此来打消曹爽对他的提防和猜忌。 因此,司马懿晚年时常装病,表现出身体十分不好的样子,还开始贪念美色,纳了美女百夫人当小妾,光是装病纳妾,体现不出司马懿头脑不清醒之处。 司马懿的妻子张春华是当时出名的才女,属于女中豪杰。 所以,司马懿就把主意打到了妻子张春华的身上。 司马懿故意表现出对妻子张春华的厌恶,表现得贪恋小妾美色,而厌恶嫌弃张春华。 把司马家搞得怨声载道。 曹爽听说,晚年得病的司马懿年老昏庸,性格暴躁,日日只沉迷于美色中,逐渐对他放低了戒心。 可是这样的司马懿却让张春华很难受,他为丈夫付出了大半生心血,却在年老色衰时遭到这样的对待。 张春华一直欲结于心,几年后就病逝了。 两年后,即公元249年,司马懿在曹爽属于防备之时,一举发起高平陵之变,杀掉曹爽,独卧大权。 后面的事情,大家都知道,司马懿的子孙篡夺未权,改朝换代。 张春华的晚年,活得毫无正式夫人的尊严。 所幸,他的子孙孝顺也争气,后来追视他为宣母皇后,也算是对这位操劳一生的司马夫人有所抚慰。 司马懿晚年对张春华的嫌恶,史书上只记载事件,没有说明缘由。 后世猜测是男人喜心厌旧的毛病在作祟司马懿功成名就后,嫌弃年老体衰的妻子。 可是,就算厌恶妻子,他也没必要闹得人尽皆知,因而,结合司马懿当时的处境,他的行为还有可能是为了麻痹对手。 不管是哪种情形,张春华终究是被抛弃的那一个,不管是为私欲还是为名利,眼看妻子欲结成疾。 仍然无动于衷,这段婚姻里还存有几分薄情,只能说,相濡以沫是一种美好期许, 互相成全才是大多婚姻的实质,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